也是觉得赵丽颖很可爱 而且不少韩国网友都认为 赵丽颖长得和张纳拉神似 关于这一点 可就不只是韩国网友这么认为了 其实不少中国网友也是同样的感觉 早前赵丽颖还没有走红的时候 她上某节目的时候 就被主持人夸赞 长得和张纳拉很像 如今张纳拉在韩国早就已经过气了 不过赵丽颖其实越来越红 不少网友觉得可以翻拍一下刁男公主 让赵丽颖来出演再合适不过了 毕竟跑了十年龙套的赵丽颖 虽然不是课班出身 但是演戏功底也通过扮演这种小角色 给人扎实了 推她的人大有人在 却显尽有说她演技不好的 她是少有的能把傻白疯 演得不有人业务的演员 并且多个影视剧角色 都获得了一大堂的赞扬 可以说赵丽颖是演什么就笑什么 把每一个角色的人物情感 和细节表现都拿捏得恰当好处 今日有消息称 因赵丽颖擅短头发 遭到剧组的不满 导致了许多镜头都需要重新拍摄 随后剧组发微博怒斥谣言 澄清称是故意抹黑 9月17日晚 赵丽颖通过微博晒剧照 并霸气喊话称 近人士听天命 照片中赵丽颖一头短发 身穿吊带长裙 手提灭火器 并配上 我颠倒了我的世界 只为摆证你的倒影的文字 疑似对近日不识传闻 做出了回应 而在另一张动图中 小孩被问道 你热爱你的工作吗 由笑转哭 让人心疼 网友看到微博后 纷纷留言称 快使用灭火器 哼哼哈嘻 经历而为 无愧于心就好 我以为你做出了一个小孩 小孩或讨论 我一切都没给你 优优独播剧照 感谢观看